各位好,歡迎參加這個應該是最後一個Session 我是高嘉良,大家可能知道我是C.L.高 是G.L.V.Lins政府的發起人 從2012年開始比較關心政府的運作 以及公民怎麼跟政府協力 乃至於到國際上我們怎麼去做一些參與 我自己的話大概在2012年以前是不大了解政府運作 直到這個經濟動能推升方案這個廣告出現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如果不多了解一點政府的話 就會被當成白痴 所以就開始越來越去了解政府怎麼運作 我們怎麼樣用一個有建設性的方式來參與政府的運作 那開始了解這些議題之後呢 其實就發現我們今天在講的開放政府 其實在電子化政府的時代或是更早之前 就已經講了非常多的公民參與了 那我們當時講的就是說 透明性、負擔性、負擔性、負擔性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到現在我們又來再講開放政府 跟之前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個人的觀察是這樣子 就是說在數位化的這個時代到來 也就是尤其是Mobile 所有人都在Mobile之後 就是所有人都在Internet上面之後 對於政府的這個參與度跟透明度的要求就更高了 而且更dynamic 變化非常快 有各種不同的需求 所以政府在疲於回應這些事情的之際呢 其實更應該正視就是說 怎麼把開放政府這個事情變成一個standard practice 才不會說造成自己的額外的負擔 所以我們把它先標準化 讓這些transparency啊這些participation這些事情 其實是可以在流程內做的 所以今天很高興可以跟葉寧參事來對談 那基本上我覺得從民間的觀點是這樣子 那我同時也發現就是台灣以民間而言 參與就是說民間跟政府的互動 跟國際這些open government的運動 比較起來是稍微和諧一點的 就是民間非常的建設性的在給一些patch 包括去另一邊的做法 用一些資料呈現的方式 然後慢慢你像這個預算視覺化等等 進到地方政府 他們實際拿這個程式來用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蠻有趣的model 那不知道就是說 那個葉三世從政府的這個公務員角色來看的話 我們跟這個國際上的潮流 或者說我們自己在推開放政府的進程 有什麼觀察 非常謝謝 可以叫我名字就好 要不然我就要叫你高創辦人或是 我看到那個議程上面寫葉寧三世的時候 我覺得說這好像是父性的 像司馬玉交司馬中 好 那我是唐政委辦公室的葉寧 那跟這個佳良兄跟theer對這樣的差別就是說 他是慢慢開始了解政府 那我們是在政府裡面長大的 那我這一個場次 原先的設定是說 唐鳳唐政委要不要親自來 那後來覺得說 一方面他是在立法院的行程 一方面覺得說 我來講這個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有事先問過他說 因為主辦單位給我們先提綱 然後我們就問了一下說 正委你的答案 發現說部分我是跟他相同 但是有很大的部分我跟他不一樣 那或許就是因為說 他跟家良一樣都是從民間來的 那對我們政府官員來講 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知道大家都很在乎一件事情說 那為什麼從公務員 因為這一場的角色叫做 公務人員在開放政府的角色與發展 那對公務人來講 那為什麼要做開放政府 那我就回頭回到 剛才家良問的問題就是說 從國際上的角度來看 在台灣在 其實我們如果把唐鳳唐政委 進入內閣當作一個分野的話 那其實已經超過四年 可是市場開放政府 當然不只在這個階段之後 在之前 吉林平早在那個之前就成立了 開放資料早就在實現前 那我們就即便以這樣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那這四年 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想法 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談的 而且也是我們一直都在 國際上跟人家講說 台灣為什麼推台灣的政務 我們覺得是可以 我們不要講說是值得大家參考 它至少是一種台灣模式 那其實就回到 剛剛我剛才問的那個問題說 對公務員來講 為什麼要推台灣的政務 我們要開放政府 其實我坦白講 用公務員心態 我們會覺得我們是職業隊 政府的事情是我們的事情 那業餘的少來插手 那我們開始的想法一定是這樣 那所以開放政府要嘛 它就是一個政策 可是各位大家也聽到昨天 志祥也好 或者是恩恩也好 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跟AU在談這 唐政委 我們很尊稱的 唐鳳唐政委 我們都會 都會一開始就已經認定一件事情 開放政府其實不是一個政策 而是一個文化 所以主辦單位叫OCF 叫做開放文化基金會 到底他們叫開放政治基金會 否則不提事業主管 居然就會從文化部轉到 國發會 好這個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文化的意思在於說 我們如果是一個政策 我坦白講 那有一天 當這個政策主事者不在的時候 那他就會離開 就 我們就講白白的 他就人亡正行 那 前幾個禮拜 考試院有來訪查 我們PITIS 那 他考試委員問了一個問題 叫做PITIS存在的目的 我們就直接跟他講說 PITIS存在的目的 就是當行政委有一天 沒有天才IT達成的時候 那 所以基本上的 台灣的approach 在於 或許很多民間團體 也會覺得說太過溫和 我們並沒有一開始 就有一個行動計劃 一開始有一個行動計劃 他其實就有點像說 我們是先有一個主義 然後為那個主義去奮鬥 那 他並不會變成公務文化的一部分 那我們一直在強調著 不管協作會議也好 或PO制度也好 他其實很重要一件事 他是從慢慢的個案局裡面去建立 從PITIS裡面去rebuild the norm 那改變整個的公務的文化 他才有可能慢慢的留存下來 否則 就好像其實我們政府機關 大家都非常熟悉 過去推過很多 從企業觀點來看的 譬如工作圈 大家如果比較值得公務員 你聽過吧 那請問工作圈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們還 我擔任公務員的過程中 我們還得過金子獎 可是他並沒有變成 我們公務員做事的方法之一 那 所以回答 剛才江兄的問題就是說 對台灣來講 或是在國際上來講 我們覺得值得說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是真正有 從實際的案例裡面 去做開放政府 而不只是 他有一個非常好的理念或想法 那 我們如果你看 看我們PITIS網上 大家都已經提到 有80幾個案子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 是最好跟大家說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所有想像到 國家會發生的問題 從環保到動物保護到 我們也曾經討論過 同婚的 可不可以領養子女的問題 或者是 學校第八節課 應不應該取消等等 那 當 我們在國際上談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眼睛亮 原來 你們這件事情 是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討論過的 那他才是 我們最大的 也是之所以 昨天 唐勝偉也回答 問你為什麼在第四年之後 我們進到NAP 那是沒有前面的累積 其實沒有現在的 NAP的出現 我暫時先答到這邊 好 謝謝 葉寧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政策跟這個文化的差別 那我想剛才提到一個 蠻重要的點 就是說 這個可能不同於往的一些 政策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政策目標 有一些階段任務等等 那以這個文化的建立 現在是這樣 以文化的建立 譬如說PO這樣子的制度 作為 這個 我們 如果把還是 MAP成一個政策目標的話 那我想順著這個問 就是說那以這樣子的 角度去切入 我們怎麼去 檢核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達到 我們這個文化 就是說 因為我稍微看了一下 昨天各位問的這個 在slido上面 大家還是有蠻多焦慮跟這個 就是說對開放政策的疑問 或者是說 有什麼樣的incentive 讓大家做這些事情的疑問 那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告訴我們自己說 我們現在要建立這個文化 我們的進度已經達到了 什麼樣的進度 或是說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MAP了 OK 好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 考試員的考試員來問我們的時候 也有一個類似的問題 叫做 請問開放政策的KPI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回答叫 我們的想法就是沒有KPI 那可是 江先生問的問題非常好 就是說那你怎麼知道說 你做的是對的 或是做的是正確的 或是你已經有所進步 那我們先回頭講一件事情好了 就是說 為什麼 就是我剛才一開始提的 公務員最大疑問 就是我已經忙得快死掉了 那為什麼還要做開放政府 那當然 有很多 最標準的答案就是 因為長官希望我們這樣做 那這其實是 我們不希望出現的答案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因為民眾的需求 因為民眾的需求 那 因為主權在您 或者是說 我們也常常聽到一種說法 因為高手在民間 那 那 我就不要拖太長 好我非常快速的講 我認為的看法 那一部分是 的確是說 我們其實是面臨一種匱乏 叫做 公務員 我們剛才講過 對公務員來講我們是職業隊 可是這個職業隊 當他的職業隊 不被他球迷所相信的時候 他公務是沒辦法推動的 那 為什麼開放政府 其實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代於說 他在重建那個信任 這我們講過非常多次好 第二件事情 他在建立一種 新的工作模式 叫做跨領域的工作模式 是過去公務機關 最不習慣做的一件事情 換句話說 那 回到 剛才 讓人問的問題 叫做 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現在做的是對的 那 其實還是同樣的問題 請問大家 用這樣的方法 會不會覺得說 會不會覺得說 當談完之後 至少我們過去87場的 過程 都有一個指標 非常明顯 沒有談完任何一場之後 其實比例都做過會後的訪談 沒有談完之後出來的任何一個參與者 覺得說 我開完這個會 他的信任是降低的 第二 所有參與的公務機關 沒有因為這樣子 開完之後 會覺得 我們公務員有的關係 那是內政部的事 或衛服的事 跟我沒有關係 那如果 大家有 在這兩個指標上面 有一點進步的話 那我們就覺得說 開放政府是有開始有進步 那為什麼會到這時候 國際上的需求 因為我們也想像 想像了 想像了 包括跟總統任期 包括我們跟參加OTP的進程有關 但是 的確也是累積了這麼多實力之後 就是簡單講一句話 就是當你經過80幾場 大大小的題目都沒有爆炸的時候 我們相信 而且幾乎是少過一輪 我們今年要求所有的部會 都必須自己提案 那也要求所有部會的PO 必須擔任 其他相關 沒有相關的 部會的協作會的小主持人 就是座長 那其實 在過去這樣的時間下來 我們相信 我們是有能力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 謝謝 我想提到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說 公務人員之間彼此的信任 以及對於這些stakeholder 提案的議題的討論 這些stakeholder的信任的建立 好 那 我還是有一個繼續的疑問 就是說 畢竟八十幾案 不多也不少 蠻多的其實 可是我們會不會有 議題是比較特定比較軟的議題 我知道我們如果講EIT就會歪樓 所以盡量不講這個主題 但是就是說 會不會是說我們的這些主題 當然 我相信跟我自己 也後來跟很多公共同仁接觸過 其實 我對我們的公務人數值的信任是高的 覺得大家做事很 就是說很positive 就是事情可以做得蠻好的 但是會不會說這個是一個議題上的bias 那我們的信任有沒有包含對於這個長官的信任 那這個長官有沒有需要來多一點open government的這些exposure 或是我們的這些 還是說 會不會內閣覺得 有這個唐政偉這件事情就是歸他了 其他人不用管這個事情 好 我可以把你的問題修飾得更直接一點 大概我沒被常委問到的就是說 那既然開放政府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你沒有處理掉 譬如說EID 譬如說核能的問題 譬如說FACE的問題 那第二 你確定你們做的事情 有改變國家的政策 或改變政府的決策嗎 那 你還是說 我們就直白而講說 唐諾隆委他在政府就是一個吉祥路啊 他做一些好像無上大雅事情啊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大家想要問的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 其實 所有參與協助會議的都知道 其實他協助會議 當然不是一個標準 標準版 非得按照這樣執行不可 他只是 以我們PITIS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個比較Demon 把它Pilot 他容納所有開放政府的元素 那開放政府的元素的時候 他都會有面臨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有沒有議題是不適合討論的 或者是說 他討論之後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的 其實是有 當這個議題是大家都不關心 他就Routine在做的時候 他不需要做協作會議 還不需要用開放政府來做 他就是我們所謂行政程序法上 要大量機械性做成的 那大家沒辦法來做 因為大家對那個上面信任是沒有疑問的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 當他的信任已經破裂的時候 他不是不能做 但是他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去療癒或治療他 大家都或許都 因為我是學法律的 大家都或許 聽過Stanford Arch過去曾經做過一件事情 那他也還是同樣研究 全世界都非常controversial的死刑的存費的問題 他給擾了兩組人 一組堅定要有死刑 一組堅定不要有死刑 然後讓他們去看你對方立場 對方立場的資料 譬如說我如果是廢死的 讓你去看贊成死刑 他們那到底是怎麼講 之後去問他們說 你們的立場有沒有因此改變 那研究的結果據說是 雙方都沒有任何改變 但是都 而且是更加堅定支持自己所說的是對的 那某種程度之下 那當某一個議題 他已經到了一個 只能用情緒化反應的時候 那他的確他是不太會因為這樣的 這樣的協作會議 就能夠在短時間 就是我常跟AU講的 就跟唐正瑋講的說 我們並沒有魔法辦 不會因為開放政府不是魔法辦 他不會一氣之間改變 但是即便是像Stanford大學這樣的研究 我們都深信一點說 讓每一個支持或反對的人 更了解反對你的人的立場的時候 那更了解你反對人的立場的時候 他對於下一步進一步的討論 或是在走往下一步的時候 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有沒有一些重大的政策 開始用這樣的方法做 那至少唐正瑋就有講說 所以他就有一個重大的 以他 今年大概是最明顯的 就是兩件事情 他已經變成一個複合字 叫Info-Dynamic 那Info的部分 就是所謂假訊息 不實訊息防治 當然沒有開協作會議 但是 從羅正瑋帶領的這樣的團隊 包括唐正瑋的辦公室在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昨天碧玲已經做過演講 然後就不必重述了 那假訊息的防治 的確 大家都承認 這個是用開放政府的工作是可以做到 好 Pandemic也是一樣 Covid-19也是同樣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 我一方面 我認為的確有些問題 是很難用開放政府做的 第二我也不認為 我會覺得說 在政府裡面 至少在今年看起來 Info-Dynamic 在國際上面 台灣最亮的亮點 他是用開放政府的方式做的 好 謝謝 那我覺得剛才提到就是說 會把議題分成這個 business as usual 或是 就是說一般進行 或是disrupted 大家開始有分歧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會回到就是說 agenda setting power 是誰 我們如果說是 由政府端來覺得說 這個因為已經太白熱化 沒辦法進行 那就不進行 那我們可能就會 就是有一點難進入這個 就是說 大家一起參與這個 agenda setting的狀態 那剛剛提到這個 死刑的這個議題 當然他過去是非常極端的 對立的 但其實近幾年 你可以發現很多 不管網紅啊 或是媒體 開始在比較 能夠探討這些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去判斷 這個議題 適不適合去做這個 如果這個agenda setting power 都是在政府 這樣可以交公民參與嗎 好 那非常好的問題就是 agenda setting是不是都在政府 那我覺得當然不是啦 那可是agenda setting 是不是都在民間也同樣不是 所以 簡單的回答就是 以過去的例子 包括今年的 我們開始提到 NAPR開始承諾事項的時候 我們同時開始接受 民間的提案 但是我們想像的user 不光是民眾 也包括所有公務機關的公務員 那所以它是一個雙面 就是AU最常講的雙面膠帶 你同時是政府願意做 也是民間願意做的時候 才往下做 所以如果快速回答的話 就是agenda setting 當然不在政府 當然也不在民眾 那協力的精神在於說 它雙方都有agenda setting的權利 但是如果問我說協作會議 跟過去的會議最大的差別 絕對不是貼便利貼 或是新制圖 或是任何一種外在忍心 而在於說 它要強迫每一個 或是開放政府 它要強迫每一個 你如果用開放政府的角度去思考的時候 你要同時思考對方的理想 假設你是 比如你提了一個外交部案子 那假設你是外交部長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事情是可以做的 你如果能夠說服現在外交部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做 譬如說在上一次的開放政府的 這個LAP的推動小組會議的時候 顯然至少林子倫 他是有說服環保署認為環境的參與 是一個適當的議題 還是一樣 雙方都有發言權 也不是任何一方可以決定 另外一方要做 我覺得這個討論其實蠻多層次的 因為有議題 議題的設定 以及這個議題能不能被設定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希望把整個開放政府制度化 或是說有一個這樣的NAP 某種程度我想至少對於這個比較高層次的問題 我們可以有一個 就是說比較一致性的一個探討 所以你覺得我們現在從政府的角度 或是公務人員的角度 為什麼要支持我們現在的OGP的國家行動方案 讓你看到未來有什麼樣的發展 對啦 回到就是說 這些公務員也不斷在問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做OGP的NAP 那 我的看法大概有三點 第一個事情當然就是說 當然我們還是公務員 公務員的東西還是有政策取向 對目前的開放政府來講 會覺得加入OGP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有利的選擇 而且我們認為說 他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是可以被開得到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水準 是符合OGP的標準的 就是當然在第一個政策的角度來看 是這樣的 第二個角度當然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會覺得說 在做了四年之後 他是有一個體檢的效果的 那 我們就是剛剛其實架爾雄說 你怎麼知道你做得好不好 好嗎 那 進到NAP的Commitment的時候 他會從比較小的個案 進到一個大政策 而且時間的跨度也從 或許是遠先的一兩個月 跨到兩年以上 甚至四年以上 第三個當然是 所謂擴散的效果 那不可否認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小確信的方式 那做到這個程度之後 那 那 他需要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去 去擴散 那 只有像NAP這樣的一個 自擬 承諾事項 而且被人家體檢的狀況下 而且他 而且還被 因為國際 我們就 還是有一部分外在因素 因為國際組織的要求 我們必須採取 跟民間共創的方法 才能確定說 這樣的 我一開始所講的文化問題 它有沒有逐漸的開始在公務部門出現 那 我記得我們今年的PO 我們PO每年都要辦公事營 那 我們今年公事營的主題其實叫做 如何讓開放政府變成公務日常 如果撇開民間對於開放政府 或公民參與的期望不談 單純從公民角度來看的話 那 對PTT來說 其實 NAP最大的目的就在於說 往公務日常更走近 那 那 時間關係我們剩下一點點 我想最後問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一句話 告訴大家 你覺得 唐政委覺得公民參與是什麼 我不知道 認為公民參與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公民參與的核心 其實我們 我們有很多等號 在我看起來 在開放政府的裡面 他都不可能 直接 用等號一直畫過去 譬如說 對於 比較資料導向的 他會認為 開放資料等於開放政府 對於比較參與的部分 會覺得公民參與 會等於開放政府 那 對我們來講 公民參與 可是我們也認為都對 你可以是從參與的角度去看 也會可以是從 公民 可以從資料開放的角度去看 那 那 他都是同一個項 對不對 他 或許他 你是摸到的部分 但是他 就是他閃現出來 在開放政府的外觀上面 他可以是參與 也可以是 可以是 資料開放 也可以是 昨天那邊非常強調的 寒容 那 對我們來講 他這 所有的公民參與 他都必須內含著 其他的因素在裡面 包括 你如果沒有知情 一換就說他沒有透明 就沒有參與 如果沒有 適當的 從對方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 沒有寒容 那也就沒有所謂參與 如果沒有 可克責的 包括對民間或政府的課責 他也不是真正的參與 所以 可以啊 開放政府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公民參與 可以等於開放政府 但是他也可以 可以是不等於的 那我 我最後當然會講 就是說 請各位想像一點 我們做 我們同樣事情 有非常多 不同的國家 那 大家都會想像說 唐政委是天才IT大臣 所以我們用 非常多數位的語言 在做這件事情 那 跟我們類似的 譬如說英國的Police Lab 他其實講了 所謂的3D Design Data 跟Digital Tool 那Design 是放在最前面的 如果 講到底 所謂的Design 他其實就在回應 所謂的公民參與 在於說 我們重新用設計思考 從使用者需求去看一件事情 這句話有點太長了 好 那 我想 我 個人覺得 就是說 開放政府 這件事情 是 民主化之後 整個政府 整個國家最重要的工程 尤其現在數位化的時代 我們各種request 各種可能會業力引爆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一個民主社會 必須要有開放政府的元素在裡面 才能夠是一個 有任性的一個體制 好 所以各位在做的工作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謝謝你們來參加 謝謝 謝謝